那我们下一个要谈的是 Q的一种特别的情况 叫做Priority Q Priority就是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的Q 那这个优先顺序的Q就是 我们本来Q是排队 应该是按照我们时间的顺序 先来的先排到前面 慢来的排到尾巴 这个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的Q 那Priority我们就给它权重 给它一个值 给它一个值 给它一个权重 然后这个Q呢 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是按照你的值来排顺序的 那这种Priority Q 这种资料结果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 要能够很容易去找到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要能够很容易抓到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找Mess码 或者找Mini码 那这个所谓Mess码就是这个 最高的Priority 那Mini码就是最低的Priority 然后再下来就是 你要能够很容易insert 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一个吸的脸下应该 你要能够insert进去 好 那 基本上这个Priority Q 我们马上要讲 就是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这个hip 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就用这个hip 作为Priority Q 好 那下面呢 这个我们有一些hip的法定 上半部这一图 是叫做Mess码hip 这个Mess码hip就是 那个比较大的值 它是方面比较上方 那我们的这个 Mess码hip就是 你这个root这个 这个值是最大的 这两个都比这个root还要小 这两个都比这个还要小 这个比这个小 所以这个Mess码hip就是 把大的值放在上方 那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 简单的这样写 这个Mess码hip Mess码hip就是 我们的这个pand的值 pand的值 就是 带一圈 带一圈 Mess码hip就是 pand的值 带一圈 这是上半部的情况 那 min码hip呢 就是下半部这个状况 那就是反过来 就是pand的值 小一圈 就是下半部的状况 好 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 Mess码hip 就是只有pand的跟trile 有这个大小关系存在 你看 这个10跟7 你不能说在这个level 比较高 在这个level 比较上面 那所以这个 10跟7 低下 这两个会有大小关系 实际上是没有的 只有pand的跟trile 有大小关系 这个旁支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上方这个都是mess码hip 下方的呢 都是mini码hip 那这个mess码hip跟mini码hip 不管是哪一种 就是讲是 看起来是大的棒上方 还是小的棒上方 那这个trile 基本上都是一个 confered mind tree 记得confered mind tree 是什么东西 confered mind tree 就是上方每一种都是满的 如果有缺少的话 就在下方的右边 所以这边的每个trile都是一样 你有缺缺的地方 一定在下方的右边 下方的右边有缺缺 这也是 下方的右边有缺缺 这个trile也是 是在下方的右边 这边是有缺缺的 上方都是m 所以我们的hip 就是用confered mind tree 来做的 好所以这边有谈 就是我们的这个hip max码也好 mini码也好 它的这个资料结构 本身就是一个confered mind tree 那对于这个comfered mind tree 来讲的话 就是 这边谈的就是 看你这是max码也好 还是mini码也好 那max码就是把大的棒上面 mini码就是把下个棒上面 对于一个这个 max码或是mini码也好 那你的这个时间够杂物 我们要找max码或找mini码 如果你是经常要找max码 你应该把max码上方 那因为这个root 就是整个 整个资料 所有的资料的max码 所以你要找这个max码 一步就找到了 所以是inst的 我们就说这是order one 好一步就找到了 那 那如果我们是要insert 或者delete的话 那这个要花tree的 这个高度的时间 也就是order doggen的时间 insert 或者delete 要花doggen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说 我们怎么要insert的一个 资料到我们tree里面来 比如说这个a 这个图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himp 那现在我们要insert 一个点 5要加进去 那5加进去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按照顺序 就是把它放到 因为你要insert一个点 insert一个点 它的位置一定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这个欠缺的标 一定是在最下方那一层 最下方那一层 右边是有欠缺的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 把要加进去的东西 站在这个位置 最下方 然后右边有左 我右 慢慢增添我们新的点 那所以 这个就是下一个你要摆的地方 暂时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 你暂时放在这边 那5把他放在这边之后 这个是暂时把5把他放在这里 那5把他放在这边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整 所以5把 这个5放在这边 这个就是5把的位置 那我们要进行调整 那我们怎么调整呢 你就是由这个地方 因为它跟庞子无关 他只有跟他的parent有关系而已 所以你就跟他的parent做比较 如果我比我的parent还要大 我可以往上 因为我们这边是 max my hip 我像这个5比这个2还要大 那我5就往上 就交换了 所以我跟这个就交换 就变成这样 然后再下来5还可能再往上 那5就再继续跟他的parent做比较 那一直上升到不能动为止 那像这边的话已经不能再动了 那就倒是为止 好 那这个音试完毕之后 这个当然是一个新的 一个max my hip 他能按遵循我们刚刚所谈的 parent die child 他能按遵循这个 因为这个往上 这个往上 他不会 他没有比这个还要大 所以这个20呢 这个20仍然是大于 这个新的这个child 那他本来就大于这个旧的child 所以原来其他的分支 是不做影响的 他能够满足我们这个parent die child 这个概念 一样的 好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例 假设你音色定律是21 那你音色定律是21的话 这个时候 你现在做的音色定律是21 那你一样 你准备要画的位置 能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21 这个是21 那21呢 也是一样 跟他的这个parent都比较 那你比你的parent还要大 所以这个就变成21 然后2就放下来了 在这里 然后再过来 你又跟你的parent做比较 那你这个21又比parent还要大 所以这个21就在这里 这个就变成21 那所以这个右下角这个tree 就是我们完成的情况 那一样的 当你完成之后 你既然能够往上升 就是表示你比这个当时 当初的parent的这个指还要大 那你就是往上升之后 那你就是往上升之后 往上升之后 自然都要比另外这一支的这个tree 还要大 所以这个就能够保持我们hib的特性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要删除一个点 好 那我们这个删除点的时候 最多见的是把路者删掉 常见到的是把路者删掉 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找到了 这个整个吹的这样 就是这一支 那找到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用 拿出来用 然后就顺便把它删掉 最常见的使用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把它删掉 我们要维持我们hib的形状 就是你的商务是满的 如果你有欠缺运运使的话 在最下方的右边 所以第一个要被删掉的也是这个 这个2这个点不能再存在了 因为你现在就是这个2是最下方 靠右边那个点 那这个点是 这个资料是要被删掉 要被拿掉了 所以我们就暂时把这个2 暂时拿到路 因为2这个资料是不能放在这里的 也不能放在 所以我们就暂时 把2这个资料把它放到2里 所以这个2就放在路上 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一个形状 那变成这样一个形状之后呢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hib的形状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调整 这一次的调整是什么 由上往下 你就看这个2 跟它两个chill都比较 那其实这个比较方式 这个两个chill先做一下比较 这个20比较大 20比较大 然后呢20就再跟我们的2做比较 所以这个20比较大 然后这跟2做比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交换 交换之后就变成这样 如果这个2的下方 这边还有chill 还有其他的 那也一样 这两个chill先做比较 大的那一个 再跟我们现在这个payment做比较 那如果你这个payment输了 你就再往下掉 所以我们这个删除一个点 删除一个点 就是你把最右下角 最右下角这个资料 暂时拿来放到你对删除的地方 现在我们删除的速度可以 所以你就先把最右下角的2 拿来放到路口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由上往下去做调整 调整到你的这个底部为止 就是调整到你不能往下掉为止 那这个调整的方式 这个是delete点掉我们的root 即使你delete点不是root 你在中间也一样 你就是把这个2啊 先把它取代 你要被删掉的那个点 把右下角那个2 先取代你要被删掉的点 然后再去做调整 好 那这个下面这个是说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把这个死把它删掉 二死把它删掉 那二死它删掉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这一个右下角的这个就是死这个 要不要拿掉 那我们就把这个死啊 取代到我们的root这边来 就变在这里 那取代到这个root这边来的时候 然后可以看到 十五跟二比较 十五比较大 十五比较大 所以十五就取代 就跟十对调 然后呢十又比这个四 十四还要小 再对调 最后的情况就是 我们右下角对调 好 这下来是这个mine century 那这个我们上一个礼拜有 有介绍过的 我们这边在这边简单的复习 我们这边就很快把它复习一下 那这个mine century 就是你基本上 你这个tree可以做摄取的 那你可以做摄取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资料大小 是要按照顺序来的 那我们的这个资料按照顺序的方式就是 就是左边的资料放的比较小 右边的资料放的比较大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顺序关系 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三次的这个 讲的这个mine century 这个mine century 不要跟前面的hip把它做混淆 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像这个mine century 所以它没有说什么 在右下角要空缺 像这个 这边都没有这个概念的 但是呢 它永远有一个概念就是 你的右边比较大 左边比较小 这个是mine century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40比这个30还要大 这个60的话 这个右边是70 这个这几个都比这个60还要大 这个是mine century 好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这个搜寻的概念是 鋁科型的概念的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 如果你的这个k的指字 我们要搜寻的指 这个是跟路的一样 那我们就找不到 这个是successful 那如果k比这个路的指还要小 你就往左边找 k的指比路还要大 你往左边找 所以基本上 它是这个recurse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看过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细节看 那我们要印射的 印射基本上 在mine century 里面印射的已经是在lignore 譬如说我们要印射80 那你要印射80的话 已经是先找到80 要印射的位置 那80就跟这个30比较 比30还要大 所以它就在右边 比40还要大 它在右边 右边没东西了 这个就是你80所在位置 我先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再看一下35 35比30还要大 在右边 比40还要小 在左边就放进去 这个是印射的 那delete呢 delete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方例 就是leave node 那就直接删掉 这个不会有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leave node 像这个好 你有两个小牌 那你可以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你的enode successor 一个是用你的enode successor 一个是用你的enode predecessor 那我们这边的话 用的是你的enode predecessor 就是把你的前一个 这个3D的话 把你的enode的顺序里面前一个 这个5 拿来取代你的位置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 如果你只有一个 如果你是leave node 就直接删掉 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孩 那你就是直接把他 往上移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两个小孩 那你就可以去找 你的enode successor 或者enode predecessor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然后呢 就把它取代你的位置 那其中的重点就是 如果你是enode successor 你一定就可以接受一个小孩了 enode predecessor 也一样 你只会有一个小孩 所以这个case 就会回到 这个 一个小孩的情况 或者甚至已经没有小孩的情况 就是 这个有两个小孩的这种动画 就是 他会呼叫这一种动画 或者这一种动画 好 这个以上就是 他那次的tree 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次 已经介绍过的 好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selection tree 现在好 我们现在有 K一个order sequence order意思就是有顺序的 order是有顺序的 还有次序的 order是有顺序的 那我们有K一个sequence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莫名是合并 那在我们这里 这个有顺序的K一个sequence 每一个sequence 每一个sequence 我们叫做一个Round 所以这边有K一个Round 再下来就是这个 Lound decretion Lound就是什么意思 Lound就是否定的意思 Decretion就是减少 不减少的 其实意思就是逆增的 这个意思就是逆增 就是不减少 这个是否定 减少 不减少意思就是逆增 好 那逆增是什么意思 逆增就是A1 如果说我们最后排出来的类伍是这样 那逆增就是A1 小于等于A2 小于等于A3 甜甜甜 到A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逆增 那另外一个叫做increasing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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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两根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在数学上面 比较英格的讲法 这个A1 小于A2 小于A3 小于A2 換句話說 就是incretion incretion是慢慢增加 增加的意思齁 incretion的話 沒有特別講 這個時候咧 如果你有這兩個齒在可以使用的話 incretion 表示說 A 跟 A 不會相等 它裡面沒有相等的情況 增加嘛 增加就是它不會相等 這個老鐵虧疹是不會減少 不會顛倒就是 它是小一點 它不會相等 那這個 各位可能希望齁 這個 好好把它寫下來 都真的要把它寫下來 那這個咧 我們要翻譯用中文 你可以這樣翻譯 說你要逸真 這個叫做什麼 嚴格逸真 嚴格逸真齁 嚴格的意思就是它不會相等 好 那一樣的概念齁 反過來就是這個油大 這個是 我們剛才翻譯用中文也可以說這個油小的大 慢慢變大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反過來的齁 讓incretion 那就是不會增加齁 不會增加就是慢慢變小 所以 A1 會帶點 A2 帶點 A3 到 AN 前齁 然後呢 跟剛剛的概念一樣齁 incretion 那你就把它可以把它翻譯成 地檢 嚴格的地檢 嚴格的地檢就是 它裡面沒有這樣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未來齁 如果你要寫一些 這個報告 或者比較技術性的一些 入門報告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用詞譴詞就要不要嚴謹啊 那因此你要怎麼寫 到底是要寫這個字 還是這個字呢 到底要寫一個字 這兩個字寫出來的東西 人家會解的不一樣 當你寫這個字的時候 人家會認同你的資料是有成功的 當你寫這個字的時候呢 人家會誤得你的資料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人家有小或大 那你沒有成功的話 你可以成功的字 你的資料有成功的話 怎麼會相等啊 所以你 不同的時候 你寫出來的字啊 會讓人家感覺很不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是要 這個是黨底配件的 資料 我們要把它 墨擠起來 把 K 個墨擠起來 和平在一起 變成一串 變成一個Single 變成一串 那我們可以想像看 這個大概要怎麼做 8個要把和平在一起 大概要怎麼做 那這邊這個Trade Forward的方法 Trade就是直線嘛 直接搖當的方法 直接搖當的方法怎麼做 那就是每一次 我們現在是由小或大 所以要先把小的先把它跳出來 那我們每一次呢 就是從Round1裡面找一個 Round2裡面找一個 Round2裡面找一個 Round出去找一個 最小的 他們都已經拍了數據的 是排前面那邊當然是最小的 你就把Round1到Round8 那個最小的都把它拿出來 8個做比較 比完了最小的那個就是答案 所以呢 就是8個做比較 就是K個Round要做比較 你就要經過K減一次的比較 能夠把這個最小值把它拿出來 所以這邊就是每一次 Each Time 每一次Perform K減一個Comparation K減一次的比較 比較完了那個 當時的最小值就知道了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假設像我們這個例子 在我們這個例子 這個6是最小的 全部最小的6 所以下一次呢 我們再把這個6 下一個15拿出來 這是我們準備 產生第二個 全部最小的 那你第二個 你一樣是不是在這8個裡面 全部再比一遍 又再K減一次比較 你當然就會知道 那個最小值 當時的最小值是哪一個 我們就可以找到 好 那這個是TripleO的方法 接下來我們要坦的方法 我們要坦的方法 我們要坦的什麼 就Win那Tri的方法 Win就是贏 Win就是勝利者 勝利的Tri 好 那其實這個Tri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其實兩兩比較 兩兩比較 然後這個 底的一個上升 所有的MD 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把 剛剛的這個 八個ROM的資料呢 我們把它輸入到我們Tri裡面來 那我現在我們的這個 八個ROM裡面的最小值 都已經放到這個LipNode 這個ROM1的這個最小值是10 也放到LipNode ROM2的最小值 9也放到LipNode ROM4的最小值 這個6也放到LipNode 那這個Tri呢 我們就非常簡單 10跟9比較 9是贏的 因為我們要選對小值啦 贏的我們就往上升 20跟6比較 6是贏的 多於6就往上升 然後這塊 9跟6比較 6是贏的 6就往上升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6跟8比較 6就是贏的 6就往上升 好 那這個整個總體的最大值 最好的那個 贏的那個就是6 最小值 整體的6就是我們 你們的那個最小值 下一次 我們要從 N6這個 來源是這個4啦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ROM4 第二次我們要找到之後 我們要從ROM4 這個輸入 還要把它輸入進來 好 所以下一次我們就是把 輸入進來 那我們可以看喔 你在把輸入進來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唯一會 會有影響 就是這條路徑啊 這條路的資料可能會受到影響 其他地方是不會變的 其他地方 剛剛的這個地方 對不對 你不管是當時的6 還是現在先進來的 這個不會影響 這個3這邊的概念不會影響 只有你剛剛 因為你一個4進來 新的這個第二個進來 那這一個 這條路上面都會有影響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時間把它降低下來 那你這個進來的時候也一樣喔 你就更新這條路就可以了 15跟20 比較 這個15比較大 比較好 可能就上升 15分9比較 9比1比較好 就會上升 9分8比較 8比1比較好 8上升 所以只有這一條路上面的資料是有影響 那當然 你再繼續做的話 這個8就會贏了 8是來一個怎麼樣 8而來一個這個 所以下一次 8的來一個這個 8就把這個15的 再把它升上去 那所以下一次 你會有影響就是 15的升上去的這條路上就有 好 其他這邊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做的這個 實驗複雜度就可以降低下了 好 那這樣這個實驗複雜度好 可以降到什麼地步呢 我們直接看這個答案 因為你的K 你的K代表什麼 K個ROUND 那每一個ROUND 就在這邊佔據一個Node 所以你K個ROUND 就有K個Node 去的高度 LOG K 像這邊有8個 這邊有8個 去的高度就等於是4 這個有8個 所以LOG 這個 是代表我們的確率高度 這個LOG又是我們確率高度 這個確率高度 這個確率高度 那你每一次要 就是每一次要產生一個新的答案 你就要花LOG K的時間 就這個確率高度你要重新 好 那這塊是N就是每一次產生一個答案就是1 產生兩個答案就是2 產生N的答案就是N 所以是N乘上每一次花的時間是LOG K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這邊打這個確率高度在這裡 LUMBLE LEVEL 就是LOG 2 然後K加1 這個就是我們的確率高度 所以這個 用這個Windows 3的話 基本上你要把 這些東西把它和平在一起的話 那就比較簡單 上面這個是一個Windows 3 剩下失敗的 叫做Rosa 各位都說什麼 Rosa Rosa 就是這個 看過 失敗 好 那其實這個也沒什麼特別 也搞不起來 就是把勝利的 被打敗的地下也就要失敗了 這樣子的類 好 所以我們就來檢查一下 這個20跟LUMBLE 這個是LUMBLE 這沒什麼問題的 這個LUMBLE 把這個20打敗了 所以這個20 現在當 在Windows 3裡面就碰的是LUMBLE 在LUMBLE 3裡面就碰的是20 然後這個LUMBLE 還有9 這個LUMBLE 9是失敗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這邊 9就變成 8在這裡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 因為6跟8比較 60WINNER 8都不死了 8都不死了 所以整個這個Tree 就是把那個 你當時在論書裡的時候 失敗的把它記下來 那這個整個Tree裡面 最上面再增加一個虛的點 就是Overall的WINNER 這個沒有失敗過的 這個WINNER放在這裡 其他就是把你當時在比較的時候 輸的就把它放下來 所以這個LUSER 所以這個 也沒什麼特別的狀況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LUSER 你在比賽過程當中 LUSER把它披下來 好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Tree 這裡有一個Tooler門 Tooler門就是比賽 競賽比賽 Tooler門這個字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這個Tree 也就是一個Tooler門Tree 競賽的Tree 我們在這個任何比賽裡面 淘汰賽 比賽就是一個Tree 那這個是Tooler門 這個叫比賽 那你去這個打一個籃球賽 打籃球比賽 就這個Tooler門 一個比賽 好 再下來我們就進入到這個HORMEST 這個HORMEST就是很多個 很多個樹 叫做HORMEST HORMEST就是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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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樹 很多樹就是生理 那我們在這中文裡面 雙木成理 兩棵樹就是生理 雙木成理 那我們的定義呢 這個horester就是什麼 horester就是定義成什麼 一些disjointed tree tree就是樹 disjointed就是沒有交集的 這個tree是沒有交集的 好那像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horester 就是這邊有三個tree 左邊這個是一個tree 中間這個是一個tree 右邊這個是另外一個tree 所以我們有三個tree 那這個三個tree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horester 那當然啊 如果你把這個 一個tree裡面的路子把它刪掉 那剩下的部分 當然就是一個horester 譬如說我們這個 左邊這個是一個tree 把這個a刪掉 那剩下就是bcd 個別都是一個tree 那個別是一個tree的話 它就是個別是一個 它整個合在一起 那個horester 那這個horester 其實跟著我們之前 我們剛開始這一張 剛開始介紹的tree 那當然就是 就是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現在tree 不是只有一個 現在可能有好幾個tree 變成horester 那這個horester 我們要怎麼表達 在資料提供要怎麼表示它 這個表示的概念 跟我們前面這個tree的表示概念 是一模一樣的 你不能說 那我這個a有三個小孩 我用他的指標 這樣行不通的 因為你就不知道 某一個 你不知道某一個 某一個點它到底有幾個小孩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 還是一樣按照這個tree的概念來用 就是我們的左邊的小孩指標 是第一個char 右邊小孩指標是他的brother 然後呢 你就把它想成這幾個是兄弟 同一個level的 這個好像這邊有一個虛擬的路腿一樣 感覺上這個horester 整個上面有一個虛擬的一個祖先 路腿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a的右邊這個e是他的兄弟 b的這個右邊這個b的是他的兄弟 所以呢 我們這個a 左邊指向他第一個小孩 右邊指向的是他的兄弟 然後b的左邊指向他第一個小孩 右邊指向的是他的兄弟 所以我們要表示forist 基本上我們用的資料解決是mine-tree 那當然在mine-tree裡面 你要縮起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這個左右兩邊的小孩 他不是對準的關係 他是左邊小孩是forist的share 右邊小孩是你的brother 你的兄弟 這個概念就是 並不是把臉子mine-tree 但是我們用mine-tree來表示他 好 接下來我們的下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我們點贏的 是一個in-order sequence 跟一個for-order sequence 這兩個代表他可以去 那我們現在怎麼把它重建回來 我們現在可以in-order跟for-order 我們要把它重建回來 那這個重建的方式 在這裡也是 你可以把想像是recursive的 那首先第一個動作 如果你要先找到root 如果你是比歐德的話 路在哪裡 如果你是比歐德 你這個整個脆的路在哪裡 來 注意一下同學 來 注意一下同學 來 注意一下同學 蔡宜欣 蔡宜欣 沒奶子在 好 蔡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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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A啦 我們夾一個一般的答案 它要什麼地方 preorder root在什麼地方 很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root preorder的第一個就是 root 當然可以要知道 因為我們preorder在什麼 先root 然後再過來左右兩邊的trim 所以我們的root就是第一個 preorder的第一個一定是root 那既然這兩個是同樣的trim inorder的root也是a 所以我們是從preorder去找root 第一個就是root 那找到這個a之後呢 接下來inorder的這個a 點檔檔也出不來 那inorder有什麼特性 inorder就是按照我們trim的順序 先左邊 這個a的左邊這個就是bc 它已經放在這個trim的左邊 lap上trim lap上trim先來 所以bc一定是放在trim的左邊 那a的右邊的這一段 一定是放在trim的右邊 所以我們在inorder裡面 我們就利用這個root 把我們的trim左右兩邊 a的左邊的一定是在左邊的長順 a的右邊的一定是在l的長順 所以我們找root之後呢 我們的trim就長這樣了 是跟人家有起碼 那接下來剩下的部分 我們就推理科學 我們去看這一段 接下來我們去看這一段 那我們看這一段的時候 當然你就把inorder跟fuel的相同那個碼 調出來 那inorder的這個在subtree裡面 左邊的是bc 在這裡是bc 所以你要把同樣的bc那一種碼 調出來 那一樣 在briode裡面bc 的這個subtree root就是第一個 那第一個就是b 所以bc的第一個就是b 然後再看這個inorder b是有個root b是在這個subtree的root 好 那c是在這個subtree的右邊 所以那個b給你之後呢 這個是入坑 然後c是在你subtree的右邊 所以這個subtree就建立完畢 就長這樣子 好 再過來就是 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這個對應到 剩下的部分 這一塊跟這一塊是對應的 那再下來也還是一樣 preorder的第一個 代表我們的這個subtree的 所以這個d 這個d就是未來 在右邊這個tree裡面的 這個d就是我們的 利用這個d 你可以在我們的inorder裡面 把這個 這個tree再分左右兩邊 左邊是d 右邊是d 所以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recurse的解決這個問題 好 這個gain inorder 跟這個preorder 那你一定可以有辦法 把這個tree把它重現回來 在下 再下來 我們要問說 到底有幾個miner tree 變成n等於2 那到底你有幾個不同的miner tree 那什麼叫不同的miner tree呢 我們這邊 上面這個 左邊這個是n等於2 右邊這個是n等於3 有兩個點 兩個點的miner tree有兩種 一種是這樣 就只有這兩種沒有別的 好 這是第1個點的miner tree 3個點的miner tree 所以總共有5種 那我們現在目標呢 就是要算說 那給你一般的n 你到底你的miner tree到底有幾個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計算 一般給你一個n miner tree有幾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下面這個是我們的示意圖 當然這個示意圖還是用mine tree 來表示它 我們全部的miner tree 這個我們給它的這個符號叫做vn 像這個上面是v2 有兩個mine tree n等於2 右邊邊這個n等於3 v3就是等於2 雖然我們要算的是vn 我們要算vn 那vn要怎麼算 vn的其他方式是 看下面這個示意圖 就非常清楚了 vn要怎麼算 那你這個vn 你將來要算的時候啊 一定有一個代價當作可嘛 你一定有一個點要當誤可 然後有左邊subtree 右邊subtree 一定是這樣子 那左邊subtree有幾個點 有幾個點 假設左邊subtree有i個點 假設左邊有subtree 你這裡面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哦 不是說vn要放在這邊 左邊subtree裡面有i個點 那右邊subtree呢 順調的點就在右邊subtree 那你把這三個 這邊是一個點 這邊是一個誤可 然後再加這個i 再加上n-i-1 這全部合在一起就是n個點啊 所以我現在要計算 這個vn到底是多少 我要算vn是多少 那就是 左邊的狀況 乘你右邊的狀況 各位想問看哦 我現在給了一個路德之後 左邊的這個subtree 假設有三種情況 其實不會有三種 我們假設有兩種情況 左邊上去有兩種情況 右邊subtree呢 有五種情況 那整個tree到底有多少情況 但是2乘以5 用乘的啊 用乘的啊 2乘以5啊 你針對右邊的每一個 在左邊都有兩種情況 所以你覺得二乘以5是用乘的 好 所以呢 就是 這個i固定的 假設這個左邊有i個 i固定的 就是 像我這個方法例就是 假設你有6個點 假設你有6個點 你有6點 然後呢 左邊就是v6 右邊v3 這是一種情況 這是其中指示哈 你全部有6個點 你要刷v6 你現在你要刷v6 那你 左邊有兩個點 右邊有三個點 那還有一個不同 那這個情況來 這種分成2、3這種情況 總共有10種 總共有10種 2乘以5總共有10種 那v6當然不是只有分這一種 v6你還可以分什麼 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4個 這也是v6的通法 v6還可以分 左邊有兩個 右邊有三個 還可以分 這個全部的通法 我們都要考慮 這個全部的通法 我們都要考慮 好 所以這個i 這個i的指 i的指呢 是從0 vii的指 從0 從0 到 剩下全部的這個N-1 都在這邊 反正這 這兩個相加就是N-1 因為你不准拿掉了 這兩個相加就是N-1 所以我的公式在這裡 vn怎麼算的 recursive 這也是一個recursive vn怎麼算呢 就是你把它分成 左邊的vi 乘以右邊的 vn-i-1 在這邊 每一種不同的i都要考慮 所以i的指從0到很緊 這個vi到底是什麼 vi跟這個vn 同樣概念 它是recursive 然後再下來 這個v0還有v1 v0就是沒有點的時候 沒有點的時候狀況就是一種 沒有train 沒有train就是一種 還有一個點的時候 狀況也只有一種 你畫一個圈圈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方的理想題权 邊界條件 v0-1 v1-1 這是叫邊界條件 那我們就要 接下來就要解這個 這個是一個recursive 我們要解這個 好 那我們把 解這個公式 還蠻複雜的 我們課文雖然有在解這個公式 可是我們的課文的解法 太過簡略 一般也看不懂 那在這邊 我們把這個 解的過程 詳細把它列在這個地方 這個課文 你自己去看課文 可能你要推三天三天 你看我們的講義 只要十分鐘就知道了 好 怎麼解這個問題 我們接下來 用一個東西叫 減了rating function 這個概念 生成函數 減了rating function 叫生成函數 generate就是產生 產生的意思 所以這個叫什麼 叫生成函數 這個動物叫生成函數 這個動物叫生成函數 好 這個減了rating function 是什麼呢 就是 它是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 就是S的某個次方 叫多項式 很簡單 Si次方 這個動物叫多項式 那Si次方 它會有個係數 係數的這個指 是用什麼來表示呢 用的這個VI的指 VI就是我們前面剛剛談的 VI就是 剛我們前面談的 這個V2就等於2 V3就等於5 所以這個VI就是我們的這個多項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寫前面幾項的話 那非常簡單 這個V的多項式是這樣子 這個多項式 就是一個V0 剛說過V0是1 V1 V1的一次方 V1的一次方 也是1 再下來V2 V2是多少 V2是多少 有人忘記了嗎 剛好都忘記了 V2是多少 來問一下朋友 蔡宜勳 V3 V5 R V5 V5 V6 V5 V6 V5 你聽清楚了啊 林佳珍 林佳珍在哪裡 V2是多少 V2是2 V2是2 所以就是什麼 2s 平方 V3是多少 林佳珍 V3 V3是5 所以就是5s 三次方 還不追 這個就是我們V的多項式 這叫生產函數 生產函數 生產函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套我們的資料到多項式裡面去 我們的多項式裡面的這個係數啊 來計數我們的答案 所以Vs 代表我們的答案 你把s 去掉 把s 的次方去掉之後 剩下的係數就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現在目標要算什麼 我們現在目標要算這些V 這個是我們的V V就是我們要計算的目標 其中的幾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剛剛講V-V1 V2 V3 這幾個我們都知道了 後面更多的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都要算 這個V 這個V的集合方式 是这样的 这个还有很多推套 我们在这边先加个就行